虽然我的桌面比较凌乱 但一眼就能看出 它与别的小主机迥然不同 是一种时光倒流 回到过去 曾经接触过的电脑变小了的感觉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既能使用Windows系统 也能安装MacOS的 ILEO Retro Mini PC AM01 ILEO AM01迷离电脑 属于ILEO Remax系列 是以向经典数码产品致敬的造型 来打造有文化有内涵的高质感精美工艺品 从外形上看 这是一台致敬苹果电脑历史上最伟大的产品 Macintosh的迷离电脑 相对来说 这台产品的辨识度很高 给我们这是一台不同于当前迷离电脑的感觉 厂家认为 这是迷离PC 2.0的形态 将赋予迷离PC更多的内涵价值 ILEO Retro Mini PC AM01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AMD Ryzen 7 5700U 低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Vega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 PCIe 3.0的NVME SSD 双屏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交WiFi 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配件都在这了 这可能是我们收到配件最多的一次 HDMI线缆 SATA线缆 一堆螺丝和2.5寸SSD托盘 安装螺丝刀与锹片 说明书 ILEO专用贴纸与磁锡小配件 国标电源插口 这块电源12伏6A 一共72W功率 小主机外形非常漂亮 外壳使用的塑料 几乎就和我当年接触老式IBM和苹果电脑一模一样 满满的怀旧感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 3.2C口 不支持显示输出 耳麦接口 后面板 千兆网络接口 三个USB 3.2A口 一个USB 2.0接口 HDMI 2.0接口 DP 1.4接口 42伏电源接口 底部可以看见内部的风扇 正面有福古电源开关键 还有一个可拆卸的小磁吸装饰瓶 我们来换一个 我喜欢这个游戏手柄磁吸装饰 这些游戏贴纸可以贴在这里 可玩性不错 我们想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卸下四颗脚垫螺丝 得用上这个翘片去翘开它 比较失望 只能看到背部的风扇 内存和NVM SSD在另一面 意味着我们要将整个主板全拆下来 才能更换内存和SSD 这对小白新手非常不友好 为了尽快能了解设备的性能 我们先不拆了 Windows系统启动后 首先进入了Ianio Space 这是厂商自己的性能控制软件 ESC键退出 进入设置回车 进入性能 这里有各种游戏性能设置 确实是一个游戏掌机的控制软件 我们要测试的场景 只给了3瓦的性能释放 显然是太少了 进去全部拉到最大 但是25瓦的性能 作为一台Ryzen 7的迷你PC 还是非常不够的 我们先把软件的开机启动关掉 重新启动进入BIOS 在这里把所有参数都改成35000 也就是35瓦的性能释放 25瓦给掌机是可以的 但不能作为高性能迷你电脑的基准 我们用Ianio Retro Mini PC AM01的Ryzen 7 5700U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6分24秒 共计984秒 984秒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接近以前我们测试过的 Intel 12650H 也接近标压的4800H 超过小米1240P的1003秒 也超过6800U的995秒 CPU-Z多线层5176.9 单线层532.3 单线层和多线层都和6800U 4800H差不多 多线层稍微超过了Intel家的12650H 以及5600H GIGABENCH 5多核7047 单核1200 稍低于标压的5600H和4800H GIGABENCH 6多核7133 单核1634 仍然低于标压的5600H和4800H CLEBENCH 223多核10131 单核1262 多核成绩和4800H 1240P 12650H一样 都是1万分出头 超过了Mac mini M2 8700分 还不少啊 我们最看重的PassMark跑分 多线层19498 单线层2720 仍然是与4800H 12650H差不多 超出了Mac mini M2许多 从以上的跑分数据 以及前面的转码数据看 阿亚利用AM015700U的性能释放 多线层成成绩 接近了4800H和英特尔12650H 大大超过了Mac mini M2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818178 CPU得分479096 我们给Ryzen 7 5700U CPU运行 OpenW测试 AES 493039 XX20 345002 Chromemark 353356 在Chromemark成绩上 不但超过了5825U 还超过了7735U 接近1360P 以及一大批Ryzen叼压旗舰CPU 真是太强了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一条直线跑在了35W 整机功耗跑到了50W CPU频率稳定在3.3GHz 我们单考了长达45分钟 这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温度缓慢上升 不超过74度 SSD最高温度50度 本季的散热结构是真不错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100帧左右 原神1080P低画质 跑到了50帧左右 新穷铁道1080P低画质 不论跑动还是战斗 都接近60帧 能玩 这就是Radeon Vega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不能与680M 780M核显相比 争斗并不异 GECF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15312 Volkan得分18107 显示输出 HDMI 2.0接口最高能输出 4K60Hz 8位YXP4R非压缩信号 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可以超频到160Hz 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非常好 索尼OLED电视 HDMI接口只能输出 8位4K60Hz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5700U Radeon Vega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 本地4K60声VP9视频 YouTube 4K60帧VP9视频 流畅播放 PCA3.0 NVMe硬盘测试 2400Mbps PCA3.0下的入门成绩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AX200WiFi6网卡 跑到了86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非常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Airio Retro Mini PC AM01 装置了Radeon 7 5700U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5.2-5.7W CPU-Z最高功耗49.80W 安核满载功耗25W GIGBENG5最高功耗52.97W GIGBENG6最高功耗52.69W SELYBENG R23最高功耗52.62W PASMARK最高功耗54.39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52.54W SELYBENG2024最高功耗54.01W 时温21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1.6度 SSD待机温度36度 非常好 生产力测试 CPU百分之百的时候 机身只有50分贝 放到耳边为止只有40分贝 还算不错 接近我们的安静标准 一台像初代Macintosh 致敬的小主机 如果只能运行Windows系统 我们当然不能忍 是时候给它安装MacOS系统了 安装前需要在显存式中 把它设置到3G以上 我们使用黑国小兵大神的5000系列EFL文件来安装 一路畅通无阻 进入系统 顺便问一下 2023年底的今天 大家对HackingTosh还有兴趣吗 这台AM01小主机 待机CPU功耗低到了2W CPU待机温度只有28度 SSD待机温度只有29度 我们也测试了5700U在MacOS下的性能 34W火力全开 最后结果 CityBench 223多核10240 单核1180 多核成绩 比Windows下还高了一点点 自然也比M2高出了不少 Passmark多线程 19597 大线程2932 仍然是比Windows下高了一点点 比M2高了很多 我们也单独做了 CityBench 2024的测试 多核630高于M1的509 低于M1Max的791 很意外 HDMI接口显示输出 能够达到4K120Hz 硬盘速度正常 和Windows一样 目前这版EFI文件 已经能够做到核显硬解 正常播放H1VS视频 而且可以HDMI输出音频 不过 谷歌浏览器 还是要关闭硬件加速 否则会有一些卡顿出现 希望各路大神加码 把AMD5000系列的 Hackintosh整完美 那么我们这台缩小版的 Macintosh就更有意义了 亚利尔 Retro Mini PC M01 它装置了AMD Ren7 5700U CPU 35W的功耗释放 性能真不错 千兆网口 可能是我认为 配置上的一个缺点 有2.5G网口就更好了 但是 作为一台有准系统版本 售卖的小主机 配件更换和增加的 E操作性 确实非常低 建议 小白和新手用户 直接购买 带配置的版本 不要去挑战难度了 我喜欢这台机器 是基于它 蕴含了一种 致敬数码精品的情怀 而且还有本身的设计和做工 都达到了高水准 它的待机功耗 和整机功耗 都非常不错 特别是在MacOS里 实在是太低了 总结一下 35W的性能释放 多线程性能 接近4800H和12650H MacOS Hacking Touch的体验 非常非常好 双显示输出 双硬盘接口 单网口 接口兼用性上一般 配件安装应用性不高 自制系统管理软件 虽然目前 是不是是 实配掌机系统 仍然给一个大大的好评 其他迷离主机厂商 可以学习一下 如果你也喜欢 有文化 有内涵的 高质感 精美产品 同时也需要一台 入门高性能迷离主机 这台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别忘了 它还附送 MacOS的优质体验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